今天我们就连线其中几位嘉宾 在接近第一通电话之前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上一次参加我们节目时的 这些话题 来 两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 大家好 我叫孔宇 我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 今年22 大家好 我叫张刚 来自黑龙江省鹤岗市 我今年32 今天两位来这儿 这个笑容满面 因为是新婚小夫妻 结婚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呢 一个多月 2019年2016 才结婚一个月 来来来 我们看看两个新人 当时结婚的场景 好不好 专门拍的婚纱照是吗 对 我现在更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两个会不会 利用你们现有的这种条件 互相配合呢 比如说他拿东西的时候 等于是你帮他拿 对吧 但是这个高度 他又解决不了 这怎么办呢 王导的意思就是 能不能现场再现一下 你们生活当中 互补的场景 怎么互补的 你把话筒给我 我们想看一看 你俩的这个互补 是怎么个补法 你看 好 高处的东西就够着了 因此他们的双臂 就长出来了 哎 脚能抬在脑袋上吗 不能 到哪 能摸摸脑袋吗 能 天哪 对 然后在我家洗脸洗头啊 对 洗头 洗脸 洗脸洗头 刷牙 我经常说我基本上 怎么洗头呢 就是坐在椅子上 对 他站着也可以 都能够着头 你看见没有 这太厉害了 然后你的脚还能干啥 像穿衣服啦 写字啦 像玩耳机啦 打电脑啦 都可以 修舌绣 硬针 对 硬针 都可以 穿衣服 这衣服脱了你能穿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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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 接下来请导播 连线张刚 彭宇 你们好 你们俩好 姚老师好 姚老师好 刚才看了一个小片 当时我让你脱那衣服 然后让你穿 是不是有点不善良啊 这是你自己说 我刚才觉得 哎呀 但是 但是 没有把张刚难倒 对 是吧 因为我也觉得 他既然说能穿上 那他就一定能穿上 他要万一穿不上 帮他一下不就完了嘛 关键是我想多了 你看那么简单就穿上了 对 我们回顾的那个花絮是2019年 过了整整一年了 对 当时是新婚小夫妻 现在 我给观众朋友报个料 新婚小夫妻在一年之后 已经荣生为新晋父母了 对 我们有宝宝了 我刚才已经听到 有小朋友的哭声了 我们先看看宝宝好不好 宝宝就在旁边 对不对 对 来 宝宝也入镜 这儿呢 哥 这是个大胖小子吗 小男孩 对 他是个男孩 现在有几个月了 他现在刚四个多月 叫什么名字呢 他的名字叫小可乐 这个名字是我媳妇给他洗的 小可乐 我想通过这个镜头 和你们现在的情绪 我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个孩子应该是 你们特别满意吧 那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 有没有所有秀真朋友 担心的问题 在这个孩子身上 都没有发生吧 没有 因为刚怀孕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比较突然 然后我俩想到放弃过 怕担心他会遗传我 然后再有就是 我俩自身原因 怕照顾不了 那时候想不要 然后后来就是 在网上查一些什么 医学现在这么发达 可以前期就能检查 在检查中就能检查到 那时候我怀孕三个月的时候 跟我爸妈做了基因检测 然后最后用我的基因 跟他的基因做对比 然后检查出来他是正常的 然后我俩就决定把他留下来 特别好 我觉得这个宝宝的到来 对于张刚和彭宇来讲 不是盲目的一个加入新成员 而是真的是一个科学的态度 来对待 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呢 其实是给很多朋友打了个样 有这个想法不要害怕 只要我们科学的面对 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这不是什么问题啊 对 所以说他们俩的这个情况一结合 已经很完美了 再有一个完美的孩子 你说这日子过的 哎呀你们不上幸福出发 谁上幸福出发呢 对不对 你看咱们的节目可以说 记住了小两口的婚姻生活当中 特别重要的每一个节点 是 新婚还有三口之家 没错 对不对 哎呀真的是看见这个可乐 真的是为他们开心啊 生产的这个过程顺利吗 有没有遇到一些这个危险啊 因为我是比较特殊身体 然后我没办法带到祖月 我是六九个多月生的 三十七加二生的 然后那时候我是抛肤产 然后除了之间就进那个 中正监工室的 来中正监工室待了二十四小时 九个月 就还不到日子 不到日子 嗯 当时我媳妇她在中正监工室 那个时候 那时候我在厂房外 也非常紧张 也非常担心她 担心她出现意外啥的 那时候医生叫我们去 家属签字的时候 心里可害怕了 心里就有一个想法 只要我媳妇能安全地 从厂房出来 让我干什么都行 让你干啥都行 这属实的语言 真的是也是挺感动的 说明两个人的感情 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嗯 我想问一下她爸 你现在怎么照顾她 用你的方式 我会用脚照顾她 因为 比如像她就是 喝奶啥的 我也会用脚去喂她 有的时候 流流口水啥的 也会用脚拿指给她擦 那脚擦 灵活 因为她站着 就能够把腿抬起来 你忘了她在咱们节目现场 她就无所不能 真的是为你高兴 为你们全家高兴 现在这个宝宝 平时是你们自己带呢 还是有人帮忙呢 我婆婆帮我们带 因为我俩就是照顾 有的时候不是很方便 她现在也大了 我抱费劲 再过一年你就抱不动了 嗯 现在抱都费劲了 婆婆有没有怨言呢 没有怨言 那自己大孙子 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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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在想 宝宝在一天天长大 你们作为宝宝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也开始了做一些 新的你们两个的生活 工作规划呀 现在我俩就是 在网上就是 开了这么一个小店 什么小店呢 就是一个小网店 然后卖一些 就是生活用品啊 也是我俩主要的收入来源 特别好 本来是两个形单影支的人 然后走在了一起 如今呢 又组成了一个三口之家 日子过得呢 越来越红火 特别为你们感到高兴 那在这里呢 也真的衷心地祝愿 小宝贝可乐 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那你们小两口 把这个网店 给它经营起来 多挣点钱 让家庭生活更加的幸福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有了这份爱的存在 相信大家都会共同努力 朝着幸福的目标 继续出发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儿 就邀请歌手云飞 把一首深情的歌曲 《懂你》送给你们 你紧紧地离去 一步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一步一步孤独的背影 多想伴着你 告诉你我心里 多么地爱你 花静静地绽放 在我忽然想你的夜里 多想告诉你 其实你一直都是我的奇迹 一年一年风霜遮盖了笑颜 你寂寞的心有谁还能够体会 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 春去秋懒的爱与无声 把爱全给了我 把爱全给了我 把时间给了我 从此不知的心中 苦与乐 多想靠近你 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懂你 把爱全给了我 把爱全给了我 把时间给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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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想靠近你 依偎在你温暖寂寞的怀里 多想告诉你 你的寂寞 我的心痛在一起 我的心痛在一起